近日国内的新冠病例翻倍 大马医药协会促起民众 不要掉以轻心 一旦出现染疫症状 例如感冒 就务必自我检测和隔离 保障本身和高风险群体的安全 协会主席阿兹战受访时指出 目前的疫情还不算严重 这有可能是因为 有许多人就算出现了轻微的症状时 并没有进行检测 更别说是自我隔离 他表示虽然新冠病毒 不再对大部分人造成威胁 但是年长者和免疫力较低的病患 依然面临高风险 严重者可能需要住院 甚至丢失性命 阿兹战呼吁这些高危群体 尽快地施打疫苗增强剂 并且在人口稠密的场合戴口罩 做好防护工作 阿兹战呼吁这些高危险 阿兹战呼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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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